在台东市马兰部落的大头目 马哼哼名诞的前夕 部落族人是筹划了马哼哼的纪念活动 而今年适逢168年的名诞 特别在马兰部落文化广场 以音乐会的方式来举办 鼓调歌声 让在场的贵宾和族人们 有无限的缅怀和追思 来追思马哼哼的一生 台东市马兰部落大头目 马哼哼每年名诞前夕 部落族人都会筹划马哼哼纪念活动 一早马哼哼的后代齐老长辈 也在故居进行纪念旗部仪式 今年适逢168年名诞 特别在马兰部落文化广场 以音乐会的方式来举办 鼓调歌声 让在场的贵宾与族人们 无限缅怀与追思 音乐会的方式 除了吟唱鼓调 还有小朋友唱着阿美族传统歌谣 更有齐老口述大头目过去的历史 筹备这一场活动的 厨英文化艺术团的高淑娟表示 为了筹办这一场有意义的音乐会 部落几乎都动起来 这也象征代代相传的意义 今天这个活动真的是 大家一起努力促成的 然后感谢我们很多的法寄 还有部落的青年 他们在部落 一起来协助做这样子的工作 对我们整个部落意义深远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大家一起来送养我们的祖先 让我们的他的精神 只能继续的传扬下去 一代再接一代 而包括台东市长张国舟 立委刘兆豪 陈宁 东福中心执行长洪宗凯 台东生活美学馆馆长 李吉崇等地方士绅 都前来参加 并且表示 希望未来能够扩大举办 阿美族大头目 马亨亨是近百年来 著名的原住民勇士 他踏骗花东地区 这里解决政府族人间 族群与族群间的冲突 堪称大时代下的外交勇者 台东市的马亨亨大道 就是以他的名字来敬念 记者刘明胜 台东市采访报道